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一下午 在纽约签署了重新修订的美韩自由贸易协议 之前美韩领导人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议的时候 举行了双边会讨 特朗普总统在与文在寅总统举行的联合议者会上表示 他为他们的新贸易协议感到十分激动 这是一个暂新的协议 不是对旧版本的改写 他为美国感到高兴 他也见上这项协议对两国都好 特朗普总统称 这项协议是签署是贸上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庇 大多数人都曾经认为这个是不会实意 文在寅总统称 重新修订自由贸易协议具有重大意义 说明南韩和美国的联盟扩展到经济凌厉 有关美韩自由贸易协议的不确定性消除 两国的公司都能够在稳定的条件之下做生意 新的美韩贸易协议包括一些对2012年美韩自由贸易协议的修议 美国和南韩今年3月同意修订2012年的协议 本楼内详细 compliqué 本楼内详细 本楼内详细